嗨 各位 好久不見 已經大概三個多月沒有做這種錄音的影片了喔 其實有點怪怪的 嗯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點覺得怪怪的 那我自己本身三個多月沒有發這種類型的影片呢 就等於說 幻亂鬥他也大概三四個月沒有進行更新 那也確實喔 幻亂鬥好像在去年12月初左右 到今年2月25號 就沒有進行任何的動作 除了一些 呃 完全 沾不太上什麼邊的平衡性調整之外呢 他確實沒有做什麼特別的動作 當然啦 他跟通行證的更新是有關係的 不過 幻亂鬥 也就這樣吧 這個遊戲公司好像常常都這樣子 那也沒辦法 那為什麼今天會突然做這個影片來給各位呢 就是因為我在逛巴哈的時候呢 看到有一篇文章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他的標題說 這個遊戲為什麼做不太起來 那他指的就是幻亂鬥這個遊戲 那他的內文呢 是說台灣跟大陸 我看都沒有很多人在玩 看NGA一大堆大陸跑去打國際服的 那可能有些小朋友不知道NGA是什麼 NGA就是一個國外 欸不能說國外 應該說是中國大陸 他們的一個論壇 大概就是非常大型的巴哈姆特這種論壇 你可以把它當做一個 國外的Reddit那種大論壇 跟英雄聯盟那些比起來也不算差 幾乎是競技品質裡面最好的 競品品質 它上面是寫競品品質 可能我中文也不知道很好 競品品質 是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好不管 然後他說平衡也還可以 這點我其實有點不認同 我認為 因為華人豆它的遊戲 做的 遊戲性啊 我覺得算是還蠻崭新的 所以它確實吸引到了蠻多玩家 沒錯 我玩是不是有遊戲到今年 已經大概十年左右的時間了 我對這個遊戲的公司 我覺得應該也算 稍微懂一點點吧 畢竟加上我個人身份的關係 稍微了解一點點 我必須可以跟各位講一下 我自己覺得 我可是抱著創作者代碼 被拔掉的風險 來跟各位做這部影片 OMG 好像很危險 我自己個人認為呢 雖然是有這間公司 在做遊戲 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因為他們 人手不足的關係 他們在平衡性上面的調整啊 是我個人不太能接受的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看 反正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一團大便齁 就是一團Shit在那邊 當然啦 有逐步在改善 但就是跟不上 我認為是跟不上的 那他自己有提出來 他認為做不起來的原因 第一點是 亞洲畫風不吃香 導致P還太多 紅不起來 我們把它分成兩點去看好了 亞洲畫風不吃香 在亞洲的市場來看 我們撇開日韓啦 我們去看我們的中國 我不要說我們的 等一下又被出征 好可怕好可怕 像中國啊 台灣甚至東南亞 其實像傳說對決 王者榮樣這種遊戲 在這邊的市場 確實是比較好 那日韓的話呢 其實壞亂鬥在韓國 還滿紅的 不然壞亂鬥第一次的世界賽 也不會辦在韓國對吧 那後面說的 導致P還太多 紅不起來 遊戲畫風可愛 跟P還太多 我認為是八竿子 打不著啦 傳說對決也很多小孩啊 對吧 你不能說因為這個遊戲畫風可愛 所以小孩就更多 傳說對決你看很多小朋友也在玩 不是嗎 不知道那種年成 我認為是滿廣的啦 你看你要到多廣 我提及了各位滿耳熟能詳的 像YouTuber來看的話 像以前阿滴 聖傑 還有滴妹 尊等等的他們都有在玩 那你要提更有名的藝人 NCGIN啊 或是09 這些年紀比較大的人 他們也是有在玩 所以其實《壞亂鬥》這個遊戲在台灣 真的是滿紅的 那再來他的第二原因是 配對機制牛逼 上次這樣玩死的就是 英雄聯盟手機版 導致遊戲負面的情緒過高 這個遊戲負面的情緒會過高 是因為Supercell這間公司 他們很喜歡搞一個 webway的出逃 去把遊戲弄得很令人憤怒 以前 皇室戰爭 那個表情 他媽刷到爛掉 這一次我也講過幾百隻 其實在以前 皇室戰爭剛出的時候 那時候鍾培是在玩得很開心 我也打他打得很開心的時候 那時候表情符號 就有很多課長引你 他就一直刷表情符號 他可能13集 還是你11集他13集 反正他就是高音良等刁打你 他就一直刷表情符號 一直笑你一直笑你 他一直重複刷 你還沒有辦法把他經營掉 是不是我就很喜歡搞這種東西 表情系統 所以他出一個倒贊給你比 看了就有夠生氣 當然啦 你平常如果刷一些很可愛的表情符號 像是什麼可愛小籠包啊 或是什麼藍色的酷酷雞巴臉 那個都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有時候你的隊友在搞你 在轉圈的時候 他們就是比你一個倒贊 是不是我最喜歡搞這種東西 我實在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要這樣 他們就很喜歡把遊戲搞得 很有負面情緒 他們這間遊戲公司 好像就覺得說 他們出這種東西 然後玩家就會覺得很可愛 一直刷一直刷 那你覺得可愛 那你就出可愛的東西就好啦 你為什麼還要出一個倒贊的東西 讓別人生氣 就是這樣 他們就很喜歡製造 紛爭製造對立的感覺 第三個他的機制問題呢 又要快速對戰 又不開放頻道溝通 組隊也不好組 我覺得這個問題呢 呃 這個有點牽強啦 快速對戰 又不開放頻道溝通 呃 我就要請問喔 後來那這個遊戲的節奏 比什麼傳說對決 或是什麼英雄聯盟 那種手遊 還要快個200多倍吧 DOTA類的遊戲 它是有運營期的 什麼是運營期的 就是有從0到100 你有從一開始的農兵農野怪 慢慢的囤你的錢買裝備運營 去把你自己的能力 記憶體素質推進的那個過程 但是荒野亂鬥他沒有 他從一開始出生 你就是100%的狀態 你不用買任何的裝備 你有裝配件 一開始就給你 所以他沒有運營期 你一開始就是 跟敵人就是對等的 那在這種即時對戰 完全沒有辦法鬆懈的一種 戰況戰局當中 你根本就沒有時間 去跟隊友溝通啊 你溝通不就等於輸 那第四個是無計分版 戰犯都怪別人沒自覺 這一點我其實也覺得 有一點小小的牽強啦 因為如果你要 以英雄聯盟這個遊戲 他蠻常打英雄聯盟的 好像看起來 英雄聯盟確實有 計分版這種東西 就是你會看到說 你對對方英雄造成了多少輸出 對 你好像對對方英雄造成了很多輸出 很強 沒錯 但是你要看一下 你的角色是幹嘛用的 你角色可能玩提摩 你蘑菇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一直讀一直讀 你整場傷害可能10萬 但是你那個角色 就是造成殖慾傷害 這樣子的事情不是嗎 那換一個方式去講 你今天對對方造成了很多傷害 計分版你的傷害最高 但是你死亡數同樣也很高 那請問有這樣什麼意義嗎 其實計分版如果推出來呢 自己覺得自己沒問題的人 看到計分版也是會覺得自己沒問題啦 我是這麼認為的 那最下面呢 他有補充 他說我是覺得遊戲組隊比較有問題 快速對戰跟實力平均拿捏的很差 這一點我認為是基數的問題啊 我剛才有提到 從2019到現在2022 這三年來人口的基數 不要說人口 玩家的數量不斷的下滑 所以玩的人越來越少的情況 你的配對啊實力其實就會有落差 再加上壞亂鬥這一個遊戲 他的配對呢 是會一配三 一撞三 怎麼是一撞三呢 就是你會單排撞到三排 那勝率不就是超低嗎 這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對戰配到的隊友普遍都很差 導致遊戲感覺好像都在靠自己 隊友都廢物 可有可無 這點呢 在我的星光聯賽好寶寶 玩家那部影片 我有稍微說到了 我覺得你自己要有自己的認知啊 就是 在你自己是強的情況 那你的隊友很爛 那對面假設他們也是三個路人 那我們以路人都很爛的這個前提 去把它帶進去的話 那對面三個也是路人 那他們三個也很爛 你一個強帶兩個爛的 對面三個路人三個都爛的 怎麼看都是你身邊勝率高 長期打下來你這邊是正EV的 不管怎麼打呢你就是會上分 這點我是覺得有點說不太過去啦 因為如果你自己很強 你可以carry另外兩位隊友的話 你那個成就感不是會很高嗎 最後面他說 長期下來退坑的人肯定比路坑得多 人數下降又達不成SC要的快速對戰 導致配了更多的逆風高飛給你 那逆風高飛這個條件其實 它跟三排是有一定程度的關係啦 因為你幾乎都是單排撞三排 所以才會給你逆風高飛 這個系統可以說是給你那種 單排撞三排的額外bonus啦 就是讓你比較好受一點點 那而且幾乎都是輸完後再送你一場逆風 這點我覺得就有點小小的陰謀論了啦 上面直接大概就是這個玩家 所想要表達出來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玩的人越來越少的真正原因 應該是紅WiFi的問題 也就是連線方面的問題 早在2019年剛出來沒多久的時候 就一直有問題到現在 從來沒有改善過 應該說這個問題完全沒有辦法改善 你們不用再去要求官方 為什麼不改善連線方面的東西 這是不可能改善的一件事情 壞人人都有他們就是乘租伺服器 他們跟一間伺服器公司去租 租伺服器 那那間伺服器公司要怎麼樣執行他們的網路運作 我記得沒錯的話 我對這塊不是很熟悉 就是網路連線的方式好像有幾種 兩種吧 就SuperSale他們存住的那間伺服器公司 他們的連線方式是A 但是我們台灣的連線方式是B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就會有衝突的問題 所以拜託各位 不要再去官方的Facebook下面留言 什麼有錢做動畫 不好好的去改善你們的網路 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 真的是沒有辦法 除非他們換了一間伺服器乘出商 那下面這些留言呢 是其他網友的留言 他說什麼 我覺得把貼圖系統選擇可關閉的話 負面情緒應該可以少很多 這遊戲的表情系統 不是本來就可以關的嗎 貼圖這個東西是可以把它關掉的 只要點那個XX就可以把它關掉 那關掉之後呢 負面情緒的確會少很多 但是 真的是沒有辦法為了一個 會對我比搗戰的玩家 把其他99個 會對我刷可愛小籠包的玩家 給屏蔽掉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沒有辦法 那第二個 黃金肉鬆 他說玩了三年多 今天終於很下行推坑 發現這個垃圾遊戲 真的給我太多負面情緒 少完成活久一點 希望大家也能夠長命百歲 垃圾遊戲趕快搗一搗 別浪費大家時間了 我其實也覺得他蠻用心的 畢竟他都退坑了 還可以願意回來 看花了多少論壇 其實他還算是 撈子口豆腐心啊 還是很喜歡這個遊戲的 謝謝你啊 黃金肉鬆 讚 那下面有一個日文ID 他說主要是把等級上限調高吧 好不容易每一隻都9集了 又出了一個11集 外加神奇的Buff 請問拼拼是要玩什麼呢 掛號要知道無課金的 還是多數掛號 關於等級上限調高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一個遊戲呢 他必須要不斷的創新 才可以留住舊玩家一集 招攬到新的玩家 換亂鬥他開放新的等級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完全沒有問題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的問題就出在於說 他一次開放的東西太多了 他的平衡性調整 以及這麼Shit的情況 他有一次新增的 新的等級 跟新的強化裝置進來 這樣就等於一坨屎裡面 欸 有人插了一個木棍 然後把它攪一攪 把它攪一攪 原本已經凝固 沒有什麼臭味的一坨屎 攪一攪突然 味道就散發出來 那種感覺你們懂嗎 我這樣子比喻應該能夠 體會到吧 應該吧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領流喵 應該是領吧 領流喵 真可愛 他說這公司就把玩家當白癡啊 看最近70元的箱子事件 群組內也一堆人買 然後說買到的人 只有沒幾% 首先呢 100個朋友有90個買到 我覺得 你能夠在換亂鬥裡面 有100個朋友 這真的是蠻不簡單的一件事 他會去說打個300杯 人人11等 沒買到 你就是下等人 你們知道嗎 從9級 要升到11級 大概要2800點的能量點數 那你知道在50幾隻角色 都有的情況下 你開了140個超級寶箱 你可以拿到多少能量碎片 你知道嗎 你可以每隻角色拿到多少 各位有算過嗎 140個寶箱 你把50隻角色作為技術去開的話 你大概每隻角色 可以拿到400點的能量點數 所以你根本就升不到11級啊各位 你根本就升不到11級喔 而且更別說 140超級寶箱 所帶來的金幣收益 只有3萬塊 跟1400個小寶箱 開出來的十幾萬 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140個超級寶箱 對遊戲生態 帶來很大的影響了嗎 其實不大 但嚴格來說也不小 因為140個超級寶箱 所開出來的能量裝置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你要到人人都11等 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非常非常的不可能 那能量點數 根本就衝不上去 你會看到很多人11等 大部分都是用能量碎片 直接灌上去的 繼續往下看呢 大部分人都有表達出自己的看法 沒有說這些看法 有什麼問題啦 就是各自表述嘛 我覺得OK 反正就 每個人都有對換人人鬥的不滿嘛 說出來蠻好的 據我上次做這種批判類型的影片 已經隔了大概兩年多的時間了吧 上次那一部影片叫做 為什麼換人鬥越來越多人退更 他的戰術跟導線術不是有打開的 雖然說現在YouTube把它屏蔽掉了 但是我之前是有打開的 大概是1900個讚 就是2000個讚 比上395個讚 已經很久沒有做這種批判類型的影片了 就是因為這種類型的題材很容易有問題啦 就是認為的會很認為 不認為的人會很不認為 好啦那這部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告一段路了 那你認為換人鬥除了上面說到的這些原定 還有什麼是導致你不太喜歡玩這個遊戲的原因 是沒有提到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面說一下 搞不好會不會拿來當作下一次影片的題材 也說不定 好啦那就這樣吧 下次見掰掰